受到疫情影响 国内的猪价近来也呈现高涨情况 根据中华民国养猪协会统计 一周以来 毛猪每公斤平均批发价最高来到86.38元 创下历史新高 龙伟卫分析 毛猪供应量和去年同期差不多 但很可能是民众防疫在家需求大增 再加上夏天的猪汁吃得少成长慢 供不应求才会让猪价攀升 彰化肉品市场也决定 14号要休市一天 尽快让猪源能够调节供需 来稳定价格 民众一早来到市场采买 明显都能感受到猪肉价格变贵了 民众担心荷包失险 卖气低迷 这下换猪肉摊伤 哭哈哈 太贵了 大自来一万一一 现在要一万三十多 就涨三成有了 现在人家一千多 那来就开不开 转到小吃店 业者忙着替猪皮刮毛 接着切块下锅熬汤 还有批发商送来猪肉 这价格到底涨了多少 其他像是三层肉 每台斤从115元涨到140 后腿肉从75元涨到87元 涨幅二到三成 受猪价影响的还包括便当店 同样得勒紧裤带 成本越来越高 你到底要怎么卖 那也没有办法对消费者加上去 中华民国养猪协会 就统计一周以来毛猪每公斤 平均批发价最高来到86.38元 打破2017年8月5号85.3块钱 再创新高纪录 而猪价飙涨原因主要受疫情影响 民众大多宅在家 猪肉需求自然就高 再来夏天天气太热 猪吃得少涨得慢 外加进口猪货 运费成本大涨 贸易商不尽 国产猪不够连出口商 也来抢猪肉拍卖 张华肉饼市场表示 过去一到六固定拍卖 礼拜天休市 现在临时决定 14号会在统一休市一天 让猪员能够调节供需 稳定猪价 接下来大容帽张华 赞到